三角梅这段时间已经开出了非常多的花 非常漂亮 而且颜色也是非常漂亮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这个三角梅现在的叶子是非常的少 基本上没有什么叶子 而且这些叶子是有点发黄的 很多花友在养这个三角梅的时候不理解 总是把它养得枝反叶茂的 可是总是开不了那么多花 那么我们在平时养护这个三角梅的时候 该怎么正确养护才能让它开花多 叶片少呢 首先我们一点一定要给它光照 如果满足了这个 如果满足了这个三角梅充足的光照 开花是开花只是小问题了 那么我们平时养护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 最好是能一天到晚都可以晒的地方 大家不要担心 把这个三角梅给晒死了 晒的叶多 它这个开花量就会相对的会多 但是它这个叶片长得就非常差 大家一定要定量好 是要看花还是要看叶 如果大家把握好了这一点 我们养护三角梅就不会开花了 就像我这颗一样 只看花没有叶 那么我们平时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 千万不要浇水过多 浇水过多也容易引起这个叶片长得非常的好 或者产生土长的问题 就会引起不开花 所以我们在养三角梅的时候 只要注意这两点 一定要给它光照 给它少浇水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两点 怎么样让这个三角梅开花多 但是叶片少就没关系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三角梅怎么让它开花多 开花漂亮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